Revolve神言成员Irene 在2020年时爆出霸凌化妆师争议 最后她亲自发文道歉平息风波 然而挽回不了形象纷纷被品牌切割 代言全都掉光光沉寂了好一阵子 最近Irene在IG上传新的化妆品代言 不过接下的牌子2AN 并不是非常知名的大牌子 而Irene的国民度和人气 曾经高到可以代言烧酒 在韩国只要接下烧酒品牌代言 就是当代大四明星的代表 在全盛期曾担任国民烧酒品牌 真录代言人的Irene 普京竟然只能代言不知名美妆 这样的差距令人感到不声唏嘘 让网友们感慨形象对于艺人来说真的很重要 但Irene的美貌依然让许多网友粉丝们感叹 还是一样非常漂亮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